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20120点 成交量4187亿 我们来看周K线 那么周K线画面上你可以看到 这个礼拜是一个红K棒 所以这个礼拜是上涨了593点 但在上周是一个长黑K棒 大跌了1200点 换句来就是说这个礼拜收复了一半湿土 那么来回到盘面来看在今天重点股 台积电在今天大涨了6块钱 16块钱 那么最主要是来自于Google和微软 在盘后大涨 财报表现不错 那么另外高价IC升级股出现了 破底番 失心创意公道的涨停板 比较罕见的是 比较特别的是扬名公道涨停板 这是今年第一次 最主要是运价指数创下了新高 同时我们也不断提醒 ETF最近要进行大换股 所以营件分类指数也创下了27年来的新高 我们稍后来做解读 为您介绍来节目现场的来宾 您要请到财音系教授段昌文老师 阿关好 大家好 基本培训协会理事长林昌新 阿关好 大家好 财音专家张振威 阿关好 大家好 要请到万保投资总监蔡明璋 大家好 财音专家献哥 阿关好 大家好 好 今天开始我想还是先来问一下大盘 我们先来看台股 台股真的就像刚刚所说的 八八盘 拔来拔去 在今天大涨 但是昨天大跌 所以一天大涨 一天大跌 这个日子怎么过 所以我们来看到周K线 上周大跌了1200点 这个礼拜又反弹 收复了一半师徒 那么下周各位怎么看 请举牌 下周的行情 大家有什么样的预期呢 来 我们看到中间的蛮多的 有三票放中间 表示各位仍然担心有变数 那么一票差 一票缺 我先来问差的 来 为什么 举差 我举差是说 这个盘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 因为现在在涨的 不是以所有的电子全职股为主 现在就等于是反弹 反弹的格局里面 大家容易强短 那强短的强弹 大家看为什么被八八盘 把大盘叫出来看一下 它其实是一个横向的格局 所以现在准备还没表态 表态的话如果往上就安全了 可是如果2万点 一个长黑灌破 那我觉得下降趋势还没有结束 所以我这边举差 你看它这个黑黑红红 黑红 对 就收链嘛 一样嘛这是黑黑黑红红 黑黑红红 黑红 对 所以它没有连续性的行情 就是没有趋势 而且大家看那个是三角的 收链的压缩 那你说这边已经止稳了吗 我认为几个讯号 其实都止嘛 只是一半一半 那没有说外资反 要出现什么样的讯号 这个盘比较安全 我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几个讯号呢 其实我们之前就提到 有四大讯号 现在比较好的需要第一个叫台积电 我们之前提过台积电 对 台积电这次是站上月线 所以这次的反弹是台积电带动的 那台币有没有止扁 我能说台币是止扁的 今天不再扁 可是没有转升 台币一定要往下嘛 那台币一旦转升 那这个盘才有什么 这个台积电算得一分 对 算得一分 那台币是零点五分 对 零点五分 对 那你曾经说过 至少要两分嘛 对 那我们来看外资呢 外资的期货空单基本上 还是维持一万多口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隐忧 如果反弹 外资的期货的空单没有减码 空单是左边这一张 外资的期货空单基本上 还是一样比较大的量 那如果没有大减 那这个边台是要特别注意 那右下角为什么举叉呢 因为大家太乐观了 这个反弹的时候融资又进来 所以大盘跌五% 融资只减两% 那接下来最后一个重点呢 大盘如果开始反弹 融资降就OK 可是如果大盘跌 融资又增的话 我觉得这边呢 就会开始做什么 多杀多的动作 所以我这边 就是这边 大家在操作上 还是一样 反弹要减码 是 这一分没有拿到 这一分没有拿到 这个拿到零点五分 这个拿到一分 最终一点五分 那你上次说至少要两分嘛 所以就是还没有达标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外资的动作 因为外资最近每天在股市 都是几百亿 对 不是买几百亿 就是卖几百亿 对 所以什么我举叉 我给大家看 现在的盘为什么直稳了 因为怎么样 因为光股行库护盘 所以大家知道 只要一跌光股行库 一定是护盘 可是你不要忘记了 光股行库叫做护盘 不是国安基金护盘 所以涨了 他就会把他的股票倒出来 那谁一直在做同方向的动作 大家就看外资的借券卖出 所以大家看到 外资的借券卖出并没有退 而且这边打死不退 所以我觉得这样 你要在这个状况下 你要全职股持续的连续大涨 不容易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 他就是在这边撑盘 撑盘 护盘 撑盘 护盘 可是外资的动作 一直是一致的 期货放空 借券也放空 所以我觉得外资这边的 还是一样看美股 他觉得贬益比过高 还是要再做调整的动作 好 蔡总是放中间 对 我觉得指数的上涨空间有限 也不排除跌破这个两万 但是基本上它是会类股轮动 我拿台股的类股的走势 我分两个部分来解读 那第一个部分 在盘前我们就知道 两份关键的美股的科技股财报 今天吐动了 一定是涨电池 大牌一定大涨 一个是谷歌 我觉得谷歌很意外 EPS你看1.53 这个比疫情的1.53更多 年增六成是1.89 营收的话也年增15% 但是盘后涨了11%或12% 好 是不是因为史上首次发放股息 因为美国的大型科技股 很少花股息 都是用回购 就是类似我们库长股 但是这是谷歌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来花0.2美元的股息 而且再给你加码 7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 就表示公司败偏多 盘后大涨 那另外一个微软 微软的确就有AI的贡献 所以你可以看它的EPS 营收财报都不错 盘后涨了4% 但是我告诉大家 这个直接在台股上半场 我要说今天谷皮切上半整个下半场来分析 上半场的时候 这两大科技股一定涨电子股 一定涨台积电 刚才康星讲过了 你看台积电今天一度来到七八六月线 就那个绿色那个线 当然收盘稍微低 稍微低 但至少盘中占回月线 但是你来看一下筹码 从4月18号的那一天法说开始算 到昨天为止 外资其实是卖超6.4万张 你看这个地方 是靠谁 可以用我们政府基金去互盘的 互到怎么样 互到它居然回到月线 那你看一下辉达 辉达绿色那个是月线 辉达都还没有回到月线 AMD就更不用讲 所以台积电就是靠政府互盘 互到世界的科技股当中最强的 你强到这个地方你能再强吗 为什么 下半场 这个美国的这个报告 今天压抑了 你看昨天低级的GDP1.6% 第一期 表现不好 对 然后低级的个人消费支出 PC3.7%高一期 这什么经济下滑 但是通膨还在高涨 大家就有疑虑 你会不会停滞通膨 停滞通膨 所以你看10年期供债收益率的话 就4.7% 4.7% 上今年新高 下半场或者下个礼拜 要考虑这个因素 这个因素把你大帽子压下来 4.7% 4.7% 你看今天 两年期的已经突破5% 5% 你看今天更敏感的 伦敦的同期货 来到了一公顿 一万块了 我现在刚才看那个报价 首度的突破一万 起来了 因为通膨 对不对 两年新高 上海这个集运 欧洲线的期货 我看下午一开出来 涨7% 今年已经涨80% 冲下新高 所以 来我们等于要投一下票 所以下周的主角到底是 传产还是电子呢 不过我们也先来问一下 憲哥对大盘的看法 来 憲哥 我觉得下个礼拜应该分上 你刚刚是举 你是举中间嘛 对对对 应该分上个礼拜跟下个礼拜 也就是说在礼拜三之前 礼拜三之前 应该是一个狭湖震荡 个别股表现的空间 但是礼拜三之后 应该会分出胜户 也就是说现在三角形的整理 整理到尾端的时候 差不多要多赢还是空赢 已经决定了 以目前来看的话 空赢的机会比较大 空赢的机会比较大 对对对 但是礼拜一礼拜二 我不是说要四会抽三个 所以还有机会让你卖 很多股票 很多主力还没有完全出完 所以拜一拜一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卖出的机会 应该以这个盘来看 应该都要打一支咖 第二只脚来 对 段老师刚刚是举 中间 举中间 当然我们说 昨天S&P500指数是下跌 是没有错 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S&P500涨幅第一名的 竟然是金矿公司 也就是一家扭曼矿业 他昨天晚上急拉了12% 但是我们看到 金矿公司 对金矿公司 所以如果金矿公司在急拉的时候 大家知道说这个世界可能不妙 对于金融市场可能不妙 痛痛痛 对 那当然我们说 昨天晚上还有两个指标 也就是十年起的公债殖利率 跟两年起的公债殖利率 突然间在八点半跟九点半 突然间急拉往上 所以债券就是狂跌 那当然这两个指标的话 是对于所谓的美国的科技类股的话 是非常好的一个估值 那这个BIG7 这个巨头 到底它的财报 为什么真的这么重要 其实它贡献了这个S&P500的话 超过大概六成以上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个除了这个NVD 它的这个净利是串心高以外 其他的大概都水平 有两家 Apple跟特斯拉都是负值的 有两家还在排下 还在下面 还负值的 就是Apple 也是在这个平盘之下 特斯拉也是负的 所以市场聚焦这个七巨头 其实是有原因的 大家看一下右手边那个图形 右手边那个图形的话 Q1 如果排除这七家以外的话 S&P500整个净利的成长率 是负的6% 第一季 所有的财报都还没有出来 被预测出来 就是S&P500 它的第一季的所有公司 493家 总共的净利润 应该只会增长负的6% 好 我们来看 讲的是第一季 对不对 对 第一季 2024年第一季 来 我们对照一下 是在这里是负的 对不对 标普500是负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扣除到这七家公司 其实其他公司都法善可乘 是啊 但是如果说我们把七巨头里面的NVIDIA 把它扣除掉以后 如果包含NVIDIA 它的净利润的增长率 是来到38% 但是扣除掉NVIDIA的话 它的增长率是来到23% 如果全体S&P500 那就是2.4% 那如果再扣除掉这七家 糟糕了 是负的6% 那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了 如果再继续往下看的话 你有没有看到 那个七巨头 它蓝色的曲线的话 是往下的 净利率的成长率是往下的 如果再进一步探究 这些S&P500的平均值的话 恐怕会进一步再往下落 那我们看一下 比方说像S&P500 真的是摇摇欲坠 大家为什么 因为股债双杀 我们看一下下一页 根据一年的经验 大家我们看一下 右手边的图形 右手边的图形的话 是两年期公债殖利率 为什么要看短期的 两年期公债殖利率 是蓝色这条线 黑色这条线是标普500 对 所以两年期公债殖利率 出现了狂标 但是我们看到一年以来 这是一年的资料 一年以来的话 我们碰到 比方说碰到5% S&P500就马上下跌 碰到5% S&P500马上下跌 这一次经验 是不是会复制前面的两个 但是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的话 对应上S&P500的 PE ratio的导数 所谓的S&P500 PE ratio的导数 就代表股票市场的殖利率 现在的殖利率是4.21 那么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 是4.62 橘子线的 那你要买股票吗 当然是敲净所谓的 这个债券 因为债券殖利率实在是太高 债券实在是太便宜了 所以现在谁要去买股票呢 所以可见 股票会在这一季 会反映得良好的话 这个我有点质疑 好 那谈完了大盘的行情 当然大家更关注的是 那下周谁是盘面的主角 几个重要的讯息再次提醒 包括两年期公债突破5% 十年期公债来到4.7% 铜出现了大涨 上海欧县集运箱指数 持续创下新高 好 这些所有的资讯 都显示对传产有利 问题是所有投资人心里 都有个心魔 他们从去年到现在 都有个心魔就是 传产一定是电档演出 一定是一日行情 这日的主流不会是传产 所以所有的讯息都显示 对传产有利 但是我该买传产吗 传产会是一日行情 或短线行情吗 各位怎么看 下周如果你认为 主角仍然是电子股 请你给圈 认为主角有可能转换到 传产身上 请你给插 请举牌 好 下周的主角会是谁呢 大家现在突然间对传产 这么一样看 一二三四五 五票传产 所以来 蔡总先来讲 在个股的部分 真的主流要明确转换了吗 我们再回来刚才一个 昨天我讲过了 但最新的消息还是追踪一下 以色列的总理已经批准 第一面的部队进攻拉华 加沙手龙的拉华 那拉华就是靠近埃及边境 那埃及再下来 我们知道有一条 很重要的主意是硬核 所以大家觉得这个区域的 冲突会增加 那硬价就开始上涨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今天告诉大家 下半场的变化 其实上半场的变化 都在意料之中 都电子 下半场的变化 就让投资人 睡了满地的眼镜 今天本来 电子的涨幅是列股的第一名 最后有两个列股 追上电子 而且超过它 银件今天涨了快2% 创27年新高 然后航运涨了4% 这个是今天的第二名跟第一名 那为什么会这样变化 电子的成交比重 我告诉大家 资金永远是股价的先行指标 你要看那个资金流到哪个地方 在上半场的时候 电子的成交占比是65% 到了收盘 观众去查一下多少 57% 叫做成像 航运 航运今天11% 阳明 阳明我还少看到 他亮灯长平板 我来给各位看那个量 我们先看2618的长龙航 因为今天12名成交量 一个是长龙航 第二个就是阳明 这两个通通都是航运 那前几天阿冠说我们来投那个长龙航空 我们全部都紧赞成 我们看一下那个长龙航空这个量 我们那一天投票是在这一天 你看这一天的量一爆出来以后 它这个K线是半年来全部整理 全部都被突破 对不对 那当然有人讲说 那个是不是两岸的什么观光交流 不是 现在你去查一下 美国大型的航空股 这一次的那个财报一发布 股票都喷出来 打美航空什么那些都出来 都业绩都很好 所以全世界还有更重要 我告诉你 长龙航空 它的殖利率是有将近5% 大家发现这个殖利率很高 对不对 突破 好 我们看完这个 我们再看2609的阳明 你看那个量 2609的阳明 阳明在半年前红海危机的时候 有一波出量 但是后来硬价下跌 就下去了 但是这个已经经过将近半年 今天重新爆这个量 你看这个量 是不是有点要回来 当时的那个量 所以它的这个整个 5个月的一个整理 今天有一点 被突破 所以从这个量的角度来看 就开始有变化 所以蔡总认为 这一波的传产 不会是一月航行 应该是来真的 我看那个量 马上又缩掉 但是从投资心理来讲 很多的大户 很多的法人讲 哇 这一波只做电子 这不行 你现在银件已经27年新高 银件你看那个2501的国件 国件我们讲过很多事 你看它今天开盘还跌 收盘是涨停板的 所以很多人要追求绩效说 下一个银件在哪里 航运 因为现在传产的股息值率最高 是两个类股 银件跟航运 这两个 其他的都不高 因为那个重点 所以大家刚刚船产都举圈 那我们就要来问一下 那船产里头的最好的选择 现在最优选择是航运吗 再来投一次票好了 来 那么最优选择会想航运股吗 请举牌 从航空现在似乎买牌 已经扩散来到了海运了 那么有没有可能打拉法呢 会不会是最大变数 我看到四票圈一票差 好 不过昌星 既然你看好传产 但好像你对电子 也没有那么看淡了 是吗 对 我觉得电子 大家要观察一个重点 就是说电子现在它在走的 到底是什么的行情 这里其实盘面不好做 我们当然扒来扒去 所以你看 对 大家都一下坐一下坐空 你看什么叫做撑盘的要角 就是台积电鸿海国具 这边我请大家观察 就是鸿海跟国具 其实这一波他们都没什么跌到 但是他已经什么都站上月线了 这个比较强势的格局 可是很多人就说 现在去追他好不好 假设下离开大跌 这个不就要鼓跌吗 所以现在操作电子股 要用不同的角度来做思考 就是跌深的它容易反弹 今天台大电你看 低档往上拉 对不对 联发科是没有动 可是你看官宝科 现在做电源过程去 两个都是重要的全职股 就低档往上拉 所以现在大家法人反而不追高 他就去拉低档的 那拉低档的时候 你这时候就怎么样 我认为了就是短线的什么 短线的操作 为什么大家来看 给大家看一个盘中的一个 所谓的低档拉抬的图 你看到都是什么 最弱的往上拉 我们看下一页 那整个你看 这应该是说IP IP股的四星跟创意 是这一波跌最深的 为什么这部分四星可以拉 我跟大家讲 四星从100的本益比 修正到什么 修正到50 他现在什么 扁一笔扩低的时候开始反弹 可是趋势改变了吗 我认为趋势还没改变 所以你看一样 这边都是短线的跌身反弹 对 大家不敢去什么追价 那只好什么 敲什么 低档的反弹股 那你看面板双穹 也是一样 他还是这一波 不是上涨的趋势 所以你看 一样 他没有趋势 他只是在这边做整理 所以我再次跟大家强调 这边的电子股 基本上就是短线操作 假设你买到了 拉上去了 你还是要做减码的动作 那我给大家看 其实大家在追求的是什么 是绩效跟殖利率 那你做殖利率的话 想要去买什么 高股息 可是我们要去看高股息 到底直吻了没 我们来看ETF 从ETF外资的动向 我把外资的动向 列出来给大家看 来 下面是大家最爱的 外资减码高股息 减码 所以929 939 940 我先跟大家讲 这里面 绩效最好 配最多息的 应该是929 那929配出来 应该还是有7%到8% 939跟940配出来 可能都不到 那你看 外资还没买回来 929比较贵 对 那这个人什么 都还是没指纹 所以第一个 你如果要买高息的 对不起 现在的外资角度 仍然在做减码的动作 那外资把钱放到哪里去 我们来看 都放到海外去了 00712 这叫什么 这叫做美国的率子 就是美国的高股息 你看外资有没有买 有 这个0088 就是我们一直提的 这是什么 中国的高股息概念股 那中国刚才有的创高 今天大家不要看 所以我们在讲港股 港股今天继续拉 是 所以港股继续拉 小米腾讯这一拉 所以中国市场跌升的 有高股息往上拉 那0091 就是科技类股 外资有没有开始买 有 但是还是偏弱 所以我再次强调 这里的盘面 大型科技股 跟电子股来说 它的整理的态势比较多 反而要找低殖利率 外资有切入了 这些所谓的外盘的市场 我认为才是机会 好 当然 AI什么时候动 也是关键 那AI要等NVIDIA吧 对 不过NVIDIA的财报 是5月20号以后 本来会不会等太久 我们来看一下NVIDIA 现在有一些新的消息 是黄仁轩还亲自送货 那他的第一台 DGX-H200 已经交货给OpenAI了 这当然对他而言是利多 另外呢 灰达砸下7亿美元 要并一家以色列的AI公司 那黄仁轩这两天 把这个全球第一台的DGX-H200 亲自 他不是叫别人送 亲自你看这个画面 他亲自送到OpenAI 为什么要送给OpenAI OpenAI就是全球AI的领导者 所以这个最好的东西 一定要交给最厉害的公司来使用 你看很开心的跟这个奥特曼 就是OpenAI的CEO 另外右边这一个 应该就是他的仲裁 三个人开心的同框合照 而且很重要 黄仁轩都是这样 这具有一个里程碑的 这个AI的超级电脑 在这个外壳上面 一定要大名一挥 你看他名字 签名吗 签名 来 签上大名 签上他的大名 对 签名 我告诉你 这个签名黄仁轩就聪明 很重要的时刻 重要的场合 这个东西把一签名以后 现在就是AI的这个什么 先知 因为他不是第一次 把这个超级电脑 送到OpenAI 上一次 是他每次都签名吗 对 2016 你看这个照片 2016的时候 他是送这个AI的 当时因为技术没那么厉害 不过已经是当时最厉害的 叫DGS1 他用八块的这个P100的这个晶片 做成这个超级电脑 也是亲自送到OpenAI 你看这个照片里面 有一个大家都认识的人 特斯拉的马斯克 马斯克当时还没有离开 他一手创立的这个OpenAI 是这上面你看也有很多的字 对不对 也在上面签 你看又签名 黄仁星大概就签名 而且他写一段话 是运算以人类的未来 我告诉大家 当时2016你看看黄仁星写这个 你这台机器是人类的未来 你觉得你超大 哪有那么厉害 但是你现在过 现在看起来是 是啊 是问题是 你没有签名签在那个地方 谁相信 要有证据 要有证据 有图就有真相了 有这张 那我黄仁星是不是最厉害的 AI都是听我的 我的公司辉达是不是最厉害的 是啊 是啊 我觉得他这个 真的是蛮厉害的 当然这个辉达 现在这个在AI的 这个投资的情况 它是扩大它那个版图 2023年就去年 它就有14笔的这个投资 它里面做什么 做一些这个能源的软体 AI的生计 然后这个数据分析的平台 这些公司都投资 那最近又去诟病了 以色列一个AI的独角兽 RUN AI 用7亿美金 这蛮大的手笔 那上一次在以色列的话 是那个脉轮科技 用69亿 那是2019年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 什么叫RUN AI 做什么东西 它是AI基础设施的架构 跟管理平台 好 听不懂 我这样讲 我现在是一个公司 我跟辉达买了很多的GPU 放在资料中心去RUN 但是我怎么晓得这个GPU 如何使用它的利用率最高 我什么情况 我要用哪些的GPU 这个管理 RUN AI就负责这个管理 管理的一个平台 所以大家买了那么多的资料中心 买了那么多的辉达GPU 要不要顺便来管理一下 所以RUN AI有没有前途 有 用7亿美金 200多个台币 把它一投资 所以不然这个AI的发展 就会不断的 那辉达都注意到这个领域了 是 但是我们说AI 一定要贴近生活 对 我们尤其 因为AI的运用层面越大 它的需求越大 这些产品才会越热 对 我们说 那个面积很大的 很难打扫的 都打扫了 有死角 遗漏的地方 现在Dyson也来做AI了 吸尘器 Dyson 对不对 Dyson是送什么 无限的吸尘器 这个吸尘器里面 它还有一些 光学侦测的吸头 那它是侦测什么 它是侦测你哪些地方没有吸到是吗 对 你要先用你的手机 有一个光学雷达 去扫描 你现在扫的 比如这个房间 这个地图弄起来 然后用AR 这个AR 可是有需要这样吗 除了它是处女座 我告诉你 我们家不用了 我们家20坪 因为我觉得中间 吸地的时候 有一点富美吸到 有什么关系 还要弄到这样 你看 这个人一定是处女座 但是我告诉你 假如3D电视台 那个面积很大的 是不是要这个 要啊 我们家不用 要啊 大公司 行号 那个面积很大 我觉得这样 百货公司 卖场 我建议是扫地机器人 装这个AI软体 比较重要 扫地机器人知道比较重要 我们还自己在那边盯着 哪个地方 有没有扫大 太疼吗 好了 但是AI确实 已经越来越贴近我们的生活了 对 但是贴近生活 也不能太over 太低俗了 这个是什么 华为的那个Pure 70 不是很厉害的手机 闪开 那个AI也可以一件的修图 但是你也不能修过 比如那个正妹 她本来是这样 修她胸前的衣服 一修以后 衣服消失 本来 本来衣服是穿到这里 不是我们摄影大哥一定觉得 这个软件好得不得了 所以华为的这支手机呢 搞不好很多男性 消费者会去买 一修图 她很厉害 你看 她不是只有把衣服修掉 人家还帮她带了一个项链 对啊 是不是 好 没错 但我们回来讲 蔡总我们来看个股 因为AI的应用层面越大 它的产业的外溢效应越大 比如说 要不是没有 要不是因为AI 台积电需要一直去设厂吗 特别是高阶制程 要不是因为AI 美光要一直扩厂吗 这次美光拿到不少钱 对啊 美光又拿到61亿美金 人家拜登总统还跑到纽约的雪城里面 特别是 去宣布这些事情 因为美光是美国系统的 所以他拿不少 对不对 对啊 但是第一名还是英特尔 但是你看英特尔也拿不少 然后美光也拿不少 最高嘛 然后我们台积电也不少 66亿美金 三星 美光 那这个我觉得 这个美国的补贴会持续 但重点就是说 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AI 这一部分的股票 大家贵关注的一家公司的财报 4月30号的美超伟 美超伟的财报 应该是下 他之前滴血不漏 对不对 以前都会预告 这次没有预告 所以今天因为礼拜五的话 就提前反应 刚才昌星有讲过 创意的四星KY 为什么涨 因为这一波 他从最高点跌了四十几% 跌最深 四星KY今天涨停以后 又重新回到股王 股王 但是基本上 那美超伟是下个礼拜哪一天 4月30 4月30 但是个天 礼拜二 隔天我们没有交易 5月以后没有交易 5月以后我们劳动期 这个注意到这个 还好没有交易 超众 这个涨停 但是今天有点分歧 有人开始跑 你知道 比如说那个 3017的七红 也是三热的标股 但是你看他分死走势 所以他没有整个族群 那么整齐 不是 有人今天知道 下礼拜那个美超伟的财报 或许有变数 不太明 有贪的先走 你看他穿得要涨停 最后下来 就开始出了 所以今天要特别注意 有的股票有人在出了 有人在调节 然后你看 真正大家美超委会联动的伪创广大 今天都涨差不多不到一% 都很谨慎 不敢叮咚 美超委真正最有概念的利台 反而下跌 可能先卖一趟 所以下礼拜一 我建立AI的股票 可能是跌升反弹的股票 比较有后劲 然后你要等到4月30号 美超委财报 知道以后 再决定其他的动作 好 特别是美国经济 现在也不如预期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公布的GDP 1.6%低于市场预期 但是低于市场预期的数字 对联主会而言 是好还是坏呢 这就很难定论了 对 那刚公布美国第一季的一个GDP 是1.6 那市场的预期是2.4 它的一个年的一个成长 但是去年的第四季 是3.4 差太多了 但如果我们期待降息的话 它那个数字不要太好 比较好 对不对 对 所以现在来讲 其实联准会现在来讲 就说手说脚 这也不好 那也不好 所以很麻烦 但是你看 从个人的消费支出来讲 它的年增率 第一季的年增率是3.4% 那去年 它的第四季的年增率才1.8% 那如果把食品跟能源 这两个扣掉的话 那个人的支出拉高到3.7% 去年的第四季才2% 所以其实从目前来看的话 整个经济影响到 今年年底的总统大选 那目前来讲 在美国七个摇摆州里面 川普他的一个支持率是49% 那拜登是43% 差了六个百分点 所以现在如果大家会担心的话 年底万一川普连任川普上来的话 那会不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 这也是一个隐藏的炸弹 但是所有的人看 因为川普也不按牌里出牌 对对对 但是我们现在看的数据 但是越伦说 我跟你说 你们眼睛过来 你们眼睛去影响到方便刷 你们眼睛太重 你们看错了 我认为美国的经济 越伦认为美国的经济 就业市场如火如土 而且经济依然表现良好 在不削减就业市场的情况之下 经济还是可以让通货膨胀降低 这不可能你知道吗 一方面要好 一方面要不吃草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我跟你说 我欧伦我有看到一个特殊现象 那你不知道 有特殊的因素 可以挹注经济的成长 而且未来的经济 可以继续全速的前进 我说这个欧伦可能想不到 继续做的那样 不然哪有都说到这好 选前怎么能够讲利空 那我们来问一下老师 像这样的情况 你看他今年的降息动作 要怎么评估 因为又碰到选举很敏感 我是认为说 可能搞不好 连降息都不会 搞不好会升息 老师你不要吓人 因为现在的CME 他的那个CME的那个期货盘 他很多人开始在压升息那一块 开始有人压升息 开始有人在压升息 那当然升息的话 升息无法对于美元来说的话 美元风险就会加剧 那日本政府就承受了压力又更重了 其实今天刚好日本利息会议是十一点结束 我们看一下那个美金对上日币 今天十一点半又涨一块 所以可见这个日本政府现在是按兵不动 他的利息决策会议的话 结论就是按兵不动 十一点的结论是这个这个样子 但是我认为日本政府现在在做什么事 他在囤弹药 因为弹药不够的话 万一我每天在那边买一些 买一些的话 今天一五六了 对啊 所以说 我们前两天还谈一五五 现在已经看到一五六了 光今天就涨了零点五了 光今天十一点半就涨了零点五了 所以这个幅度还蛮大的 前两天还谈一五五 现在已经看到一五六了 光今天就涨了零点五了 光今天十一点半就涨了零点五了 所以这个幅度还蛮大的 其实日本政府真的是两难 他又要顾汇率又要护盘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汇率升扁 对于这个东正公司 所谓的EPS的影响度 你看一下一五五的时候 他的EPS 预估今年可以涨到7.6% 对于海外贡献的 大概就10.4% 10.4% 但如果汇率如果涨到157的话 他的EPS可以涨到9% 这个恐怕这个日本政府要三四 为什么你看现在右手边 那个日本央行 他外有的ETF这么多 日股的ETF这么多 而且服饮的部分还更 就是赚钱的部分 可能也有六成 大赚 大赚的 所以你觉得日盈 他会不会放弃他的货币政策 但是我要提醒一下 日本的汇率控制者 不是央行 是财务省 而不是日盈 所以基本上他可以 他好像是右手在买ETF 左手在抛日元 这个是日本央行目前的情况 所以我们看一下日本上市公司 统计有50%以上的话 是来自海外收入 所以日币如果贬的话 那基本上这些公司都会赚钱 那当然日币如果贬值 有没有受惠股 有 我框起来三档 大家看一下 最下面那一档 7203 丰田 这个丰田 丰田 丰田 Mitsubishi 还有Hitachi 对不对 这些全部都是 这个日币贬值 受惠股 对啊 外销股 都是一兆日币以上的市值 我把它框起来 这三档 是他今年度的EPS 恐怕会有两位数的增长 那尤其是丰田 为什么我说丰田 丰田二零二三年的财报 已经出来了 他总共净利润是二点九兆 他的市值是五十七兆 所以二点九兆除以五十七兆的话 他殖利率有五% 那日币的利率有多少 不到一% 那谁谁要去存银行 那当然是买丰田 那右手边我又框了一个任天堂 七九七四 那为什么我 我比较偏好任天堂 我时常去那个大卖场 看到有一台机器 那个宝可梦的机器 你五六十岁的那个 那个成年人也排 也在那边排队 我真的是很怀疑 为什么那个那个电动玩具 会有很多人在排队 所以任天堂发行的这个机器的话 是什么作用 只要你更颓废 我就更赚钱 这个这个是他的论点 所以其他的两 其他的几家公司的话 但是日本的现在就是由外需推动的股票 而不是内需的 所以外需推动的话 基本上贬值是会有受惠股的出现 好 但是我们还是拉回到美国 刚开始我们谈到了美国的GDP GDP表现不如预期 一方面是经济表现不如预期 但是另外一方面通膨又压不下去 对 所以现在两难 所以我们来看 其实在通膨来讲 最痛苦的应该是老百姓 那目前来讲美国的老百姓他讲的 这个通膨叫做体感通膨 就是我感觉到的通膨 而不是你感觉到的通膨 因为数据是冷冰冰的 但是我感觉到是有温度的 第一个他觉得说 我只要去买那个花生巧克力棒的时候 我在买的过程里面 我就感觉到 我心里就撲一下 我就心里不爽 我就骂两句脏话 那现在他的那个巧克力棒 在那个沃玛是六块是两百零三 涨价是不是 六块的一个盒装的台币是两百零三块 那已经是涨上来的 所以目前来讲最有感的是这个 以前我们讲的有感的是大麦克 就现在连大麦克都吃不了了 那当然再来的话就囤积鸡蛋 因为日本现在有禽流感 还有很多国家都有禽流感 所以牛肉猪肉鸡肉都在涨 所以现在开始在囤积鸡蛋 另外除了这个以外 其实那个产业也不是很好 那美国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重工 叫做卡特比勒 那台湾那个翻译叫做开拓重工 他公布今年第一季的GDP 是5.6块美金 比市场预期5.16还高 结果开盘股票跌了4% 为什么 因为他的营收158亿美金 比市场预期160亿美金 差2亿美金竟然跌4% 其实就有人已经看到了 就是说你现在未来经济不好 我怎么可能去买那种大型的机具呢 除了这个以外 那么对中国来讲 中国最近有两个 因为美国人现在网购了一个机会增加 那中国的拼多多已经到美国去了 第二个中国有一个女性服装的快时尚 叫做西音 那西音现在在美国非常的流行 所以现在瑞云说 未来的五年 美国的零售业会倒4.5万家 尤其纺织业有关的零售 最严重会倒1.65万家 那现在美国的穷人怎么办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穷人现在说 我已经没办法脱贫了 我对未来完全没有盼望 那怎么办 那我顾好我自己的生活 我有钱我要吃龙虾大餐 我有钱我要买大型的电视 我有钱我要买昂贵的化妆品 那黄东的那个黄租会放在后面 那跟我没关系 我做一个人 我有权利吃大餐 所以他不去付房租 反而去吃龙虾大餐 对 因为我要安排我自己的人生 我有权吃龙虾 而且我平常吃了那么多吃久了 也会腻 我一定要吃龙虾 为什么你们可以吃龙虾 我不能吃龙虾 那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子 我要人生活的快乐 我跟这个脱贫已经没有关系了 但是还是有少部分的人说 一定要断舍离 所以美国现在有逃离师 帮你逃离贫穷 就脱离贫穷变成财务自由 第一个你先要去云朗 开一个新的户头 这新的户头 你每个月存入的钱都不能花 除了以后创业才能花 第二个你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搞好新的人际关系 你可能要加入不一样的社群 第三个要脱离那些废财的朋友 那些已经躺平了 那些悲观的 你自己会被你去捏掉 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出现两极化的现象 所以现在美国有一种职业叫做逃离师 教你怎么样逃离贫穷 我们回来看中国的情况了 那中国最近有穷鬼套餐 其实是一举同工之妙 但我们回来看中国的太空 特别是在太空竞技赛 它持续的保持领先 太空的神周十八号 不只在人 现在在鱼上太空了 关键原因什么呢 他说为什么要选鱼呢 因为他和人类基因有87%是想死的 没错 其实我真的觉得看这个新闻很震撼 其实阿关你知道 马斯克真的要小心了 你未来说不定你不只是电动车 会被中国超车 说不定你要这个进军移民火星计划 搞不好会中国超车 我跟你讲这是真的 目前为止就在25号 就昨天晚上 这个中国它在九泉的这个卫星发射中心 它载了两样 一个是它的神周十八号的太空站 里面有人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搭载它的火箭 它顺利升空 你知道它里面有两样东西 是正式的一个交接 一个部分 阿关你知道 还有一个部分是交接什么 就是在太空站里面做了交接 而且这是非常快速的交接 另外一个部分 在短短十分钟之内 还有就是人的交接 也就是在神周十七号跟十八号 之间人三个人这样交接 那这里面 其实阿关你知道 它里面就是现了这上面三个人 其实它有几样重点 当然观众朋友你要 有三个都帅哥 三个帅哥 这里面只是两个是菜鸟 而且你知道他们都很年轻 对 八零后 八零后 对 各个都长得很帅 一个太空人还要挑帅的 有没有是要演陆剧 我跟你讲 阿关你这样讲 就是大家就要竖起一个耳朵要听了 这三个人虽然很帅 可是他们通通都是解放军 一流的战斗机的飞行员 然后中间的这个是老鸟 它是真的有太空经验 可是两个是菜鸟太空人 那这飞上去了之后 在这里面它要干嘛 它要带鱼 我跟你讲 这一次人已经成功站上去 不稀奇 这一次据说它有个创作 它为什么要带鱼呢 这个重点 重点叠加 它带猴子会比较不意外 你想要移民月球 你想要移民火星 你要怎么证明 它这一次是创举 全世界目前外太空 只有他们带了斑马鱼 斑马鱼一整组 我们看这个外面 就是他们带的斑马鱼 对 它那个影片 我跟你讲 这个当然是有点点虚拟实际 去做它的问天的实验室 但它在太空室里面实验室 如果让它做成功了 这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原来在地球 它的脊椎性的动物 真的有机会 可以在外太空开始生存 那未来它有机会移民火星 有机会移民月球 重点叠加 那你看 这上面这里面 你知道为什么要运斑马鱼 因为斑马鱼里面的基因 大概有87% 跟人类相同样 那还有就是 斑马鱼 我也没有办法理解 斑马鱼有87%的基因 跟人类相似 然后它长这样 我们长得这样 基因 因为我不是差蛮多的吗 怎么有87%的基因 很相似呢 而且它是脊椎动物 而且不只是说只带了鱼 不是这样 它这个基因 为什么带斑马鱼 简单讲 它除了87%的基因 跟人类很像 它有脊椎的部分 最重要的是 它只有三四公分长 其实很短 那它这里生存率很强 而且它很会生 所以一年据说 至少可以生 只要看它到外太空 反制力如何 能不能活 那当然你不可能 就单独一个鱼在活 所以它其实还给它配套 一个金鱼藻 可以让它吃东西 而且还有一些维生物 可以让它排泄 之后还可以回收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部分我们不开玩笑 如果真的它问天实验室 真的彬彬彬彬 让它真的成功了 这真的是世界上的一个创举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会觉得说 在这里面 大家要留意的部分 但是阿关我跟你讲 很多人只是觉得看人 其实里面还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重点 是我们一定要留意的 这一次 这个中国这样发射 你那么集集营营 在经营你这外太空 你到底要干嘛 其实美国人 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事情 发现中国很有可能 透过民营 在未来研究 甚至要经营什么 在外太空的 秘密的军事基地 我跟你讲 这个是目前为止 这不是我讲的 这是美国NASA讲的 因为目前为止 在2001年据说 已经有人花了2000万美金 找了美国的富商 就是透过中国这边 发射了一个外太空 让它上去 这是一个说法 但是近期它打算 让它民营商业 在中国里面大概有370家 都是民营器里面 专门在做外太空移民的部分 那在这里面到底金额 跟外来怎么样不知道 但是据说近期 大家预计在2025年 也就是明年 真的要把人送上的外太空 在大家拭目一样 而且金额据说不会太贵 那八天的行程 所以这里面真的是要跟 这个中国尬 中国美国要尬深 可是我觉得这里面 有个重要的重点 就是说究竟你这个中国 你这么激进影响 要进这个美国 这个火星跟月球 你到底背后 是什么样的想法 你知道阿关 近期在24号 它不是25号才刚把 这个外太空 太空站跟飞舰 火箭给弄上去吗 马上就在24号 美国已经先发制人 它直接就在这个 联合国的安理会 对 它开始发现 中国这种竞争很奇怪 它在过去六年之内 发射了350几颗的卫星 直接上外太空 那在这里面 六年之内成长了超过三倍 你要干嘛 你知道它里面的卫星是什么吗 情报卫星 征搜卫星 还有一些监督的卫星 很多人讲 你知道它要干嘛吗 未来如果发射了一大堆卫星 收集情报 它很有可能干嘛 它直接会从智空权 从外太空来指导 瞄准台湾 你知道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 这个大家研究的一个说法 不是我自己个人怎么说 那目前为止研究 NASA是决定 如果说现在有人去 那个会去支持中国这个计划 你知道是谁 就是俄国 俄国最近想说 你中午 你要去移民这个月球 对吧 我支持你 我们要到月球定居 所以我要提供什么 就是核电厂在上面 就后来发现 它两个重要目的 一个核电厂 有没有可能你从外太空 搞核武 美国和日本提了一个案子 就是在英国安理会 提说不让大家在外太空 部署核武 对 那总共15票 有13票都赞成 但是你知道 安理会有一票反对就不行了 对 那反对那一票就俄罗斯 他就反对 因为他自己就想搞核武 对 另外呢 中国那一票是弃权 对 他说我两边都不得罪 好不好 我就不要投票了 所以这个案子是没有过关的 好 最后一点点时间 我们来讲一下 今天的三大法人 外资在今天市 买超了205亿 那么三大法人 总计买超270亿 所以目前看起来 外资的筹码 仍然是偏多的